大家好我是史萌 我們這一集要訪的是阿伯怪 我們待會盤拳來做強化 盤拳一次之後呢 我們垃圾射擊命中就超過100了 地震則是打毒系沒辦法打到的剛系啦 待會睡覺就配合我們的特性褪皮啦 每回合結束都有三分之一的機會 直接治療異常狀態 所以是有可能我們睡覺血回滿之後 當回合直接醒來的 敵場對手的寶可夢 蠻多隻比阿伯怪還要快的 所以我們先用沙灘斗上去開個空間 然後再換上阿伯怪 最後是出幾集龍啊 打快龍遠古巨艇跟來杯粗茶 第一隻古劍包 那麼沙奈朵就直接開空間啦 只要不要一直被畏縮的話 空間是按得出來的啦 真的拜託不要 不要打過半血就好了 半血的話被畏縮我就沒了 冰住最久 沒有一半 沒有畏縮可以 那麽直接臨別禮物 大幅降低古劍爆的攻擊之後換上阿伯怪 開始盤全 這邊客房服務的關係速度降低了 欸 想打突襲 但是也是臨別禮物啊 這確定他不是講究系列啊 然後也不是生命寶珠 所以應該是氣勢必須 而且我們阿伯怪是帶光粉啊 冰住最集命中本來就只有90啦 然後加上我們光粉 所以更有機會沒打中 還在裡面空間的關係 我們速度變得比他還要快啊 比他先行動啦 冰住最集中了 三分之一不到 所以我們還可以繼續盤全會越來越癢 而且是有機會沒中的 真的拜託一下 沒有 還是中了 越來越癢了是沒錯啦 空間剩一回合 我們再一次盤全 拜託 真的 不要再中了 沒有這麼好中吧 哦 沒有中了 發揮作用 空間復原的話 他會變得比我還要先行動啦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再盤全啦 只要不要要害的話就好了 不要要害的話都還不會死 待會再來睡覺 嗯 又中了 嗯 都沒有畏縮 那我們這裡差不多該睡覺回血啦 因為要害或是 畏縮的話其實都蠻危險的 開始睡覺 看能不能直接褪皮醒來啊 不要畏縮 好 運氣不錯 把血量拉滿 來 褪皮 完了 沒有 那只好隨便打一招啦 這回合結束也是有機會醒來的 然後換 可能換上特攻寶可夢啦 那也是有點危險 大杯出茶 那就不太妙了 沒醒來 來啦 垃圾射擊 一發 哇 這裡也沒醒 吐血 欸 褪皮是三分之一耶 那也不行 半血了 又沒醒來 褪皮又沒觸發 這邊自己醒來了 完了 這個褪皮怪怪的 唉唷 直接秒啦 可以 那我們這邊是半血啊 看他最後是不是物攻寶可夢 他如果最後一隻物攻寶可夢的話 我們這邊基本上是贏了啦 壞龍 那遊戲結束 壞龍的話我們 可能要先睡覺一下 這個血量 太金化好了啦 太金妖金 免得他是什麼逆鈴之類的 搞不好一個不小心就死了 他的快龍是完全沒有撐速度的喔 因為我們是銅數都是80耶 啊我也沒撐速度 結果我先動 抵戰 OK 抵的很癢 有沒有 褪皮觸發了 直接醒來 等於連睡著都沒睡著啊 直接把血回滿 然後這邊就垃圾射擊開射 然後這邊就垃圾射擊開射 喔 要害 秒了 哇 這個有多靈也是秒啦 應該是有多重靈體吧 是因為要害的關係啦 所以直接秒啦 火箭爆 那遊戲結束 他是皮帶的 來 我們垃圾射擊射出去 直接中毒 其實也是會痛耶 好險沒有衛縮 來 中毒 沒有 想說這樣就少打一回合了 那就繼續射啦 總不會衛縮到我死掉吧 欸 也是很痛耶 黃血了 好險沒衛縮 沒衛縮也沒要害 要害我也是要死 OK 感謝指教 那第二場 對手速度也是滿快的 所以先上沙奈斗 開個空間 然後再來阿伯怪嘛 最後就出帝王拿伯好了啦 我們鋼系 可以打四倍弱鋼的 九尾 然後兵系 對手兩隻四倍弱兵啦 而且我們又可以扛古箭爆 第一隻是金光花 金光花我們也是先開空間 雖然他毒系技能打我們是兩倍耶 不至於被秒吧 隱形眼 那我們空間開完之後 會比他先行動 直接再來一次 讓他只能一直用隱形眼 他只要被我再來一次之後呢 應該就會換人啦 所以我們待會直接臨別禮物 預判他換人 總不會 一直丟隱形眼吧 因為丟不出去啊 沒有 沒有效果 這裡 百分之兩百會換人 贏別禮物 這個是有九尾阿 也是OK啦 大幅降低之後 他的傷害就沒了 一樣換上阿波怪 盤全盤起來 盤全盤起來 不過他目前是兩隻特攻寶可夢 其實算蠻不舒服的 先盤全一次 他應該是會用極光木的 還是我們其實應該直接打垃圾射擊 垃圾射擊好像可以直接秒他 而且我們速度比較快 而且我們速度比較快 可能不要讓他按極光木比較好 其實也不是很確定 沒關係 我們繼續盤阿 他來我們是很癢的 應該是要換人 確實 好像應該是直接開扁 金光花 而且我們是有地震 其實他不知道我有地震 所以我剛才先垃圾射擊 秒了九尾 然後這邊地震又秒了金光花 然後剛好空間結束 也差不多遊戲結束 他金光花打過來 我不一定扛得住 兩下是一定扛不住 所以我們直接打地震 他是四倍落地面 他如果不是披災的話 就直接秒了吧 雖然是有極光木 所以我是打金光轉轉 我想說他可能會有大地之力耶 那... 秒了 我是要害阿 唉唷 這件要害 技術很高喔 沒要害就不是很確定阿 雖然他是四倍落地面 我們這裡才一次的盤全 看能不能也來秒個九尾 來 九尾 沒有 是快龍 快龍的話 好像還可以繼續貪盤全 把盤全疊高高 到時候就可以無視他的極光木 直接秒了九尾 不是有龍之舞的阿 有龍之舞的話 就不太秒了 因為他會加攻擊阿 當我盤全 加一階防禦 他加一階攻擊 一來一往就跟沒加一樣了 那我們先打一次的垃圾射擊好了 先破了他多叢林片阿 他要直接神速打過來了是不是 真的是 而且打中了半血 垃圾射擊 來 中毒一下 吼 土六要害 欸 不小心把他給秒了 我想說先破個多叢林片而已 直接秒了 雖然我們要半血對付九尾 好像不太妙耶 我想說到時候 跟快龍耗一耗 我還可以睡著 睡覺一下 把血回滿 這裡八十滴 不知道扛不扛得住 就位 來 我們試試看 完了 暴風雪是必中 怎麼又要害 暴風雪在雪天是必中 所以光粉也沒用 還給我要害 這是什麼局 要害局喔 啊 帝王拿波可以啦 他沒有太進化了 我們江濃光炮打他是 四倍 九尾兵系打我們是 四倍抗 妖精打我又是兩倍抗 帝王拿波 直接Counter九尾 來一發 欸 結果在開極光幕什麼意思 好 因為 季光幕還在啦 所以 沒秒掉 再來一發 暴風雪 欸 爪牙 好 又要害 完了 這局真的怪怪的 用拿波 成功收掉了九尾 感謝這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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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